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 你有时是否觉得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让今天4月30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信赖我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至六节 那时候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天主 也要信赖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 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 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 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 多么说 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会知道哪条路呢? 耶稣回答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听到多么说 主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会知道哪条路呢? 让我们看到多么 对不知道这回事 很在意 很没有安全感 我们现代人何尝不像多么 现代的人有了网路 Google变成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想查什么讯息 便马上上Google 非常方便 因此 无法查到天主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反而变成一件 很让人慌张 沮丧的事 也许 我们未来要发生什么事 是唯一一件 Google不能解答的问题 不要说一年 连下个月你的生命 会有哪些变化 我们都无法把握 因此 我们像多么一样 对天主碎念 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未来的不确定 的确是一件让人心烦的事 但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 对我们说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天主 也要信赖我 今天就让这句话 沉淀在我们的心中吧 耶稣邀请我们信赖他 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 只等着他的行动 耶稣也希望我们继续追求梦想 对人生有计划与希望 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对他的信任上 他邀请我们把生命的控制盘交给他 学习接受人生中的许多改变和不确定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让我们相信他就是那真正通往生命的道路 而我们可以让他一步一步地展开他对我们的计划 请品尝圣言 默想耶稣告诉你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通往幸福的道路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今天 耶稣在哪个方面 邀请你依赖他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你是道路 真理 和生命 请帮助我 全心相信你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都信赖耶稣 已经走在幸福的道路上 我们明天再见 在不见 我 这第二天 在不见 经 Lebih